那我们首先敬礼传神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华王喀玛帕 敬礼图灯达级上师 敬礼谈诚三宝 敬礼今天的父母祖尊 大宝华王金刚 Om 别藏 祖达 马哈世 尻 哈罗家 鸿 佩 阿师母 阿师母 土腾师弟 仁伯切 丹真嘎措 仁伯切 各位上师 销售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团 廖代表东周大使夫人 九弟师姐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实怡教授夫人 陈文文女士 中华中华立顾问周费芳律师 罗日良律师 黄叶琴律师及公子 中华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利莎师姐 仁伯切 尊合中博士教授团 曼艺坊教授 游江成教授 叶淑文教授 王李教授 王晋贤教授 梁超凡博士 唐伟伦教授 吴有能教授 阿西华光语言文化中心 齐耀宾博士 台南市议员 蔡旺钱先生 台北市议员 薛梅莎代表薛慧琳师姐 乔务顾问 谢明芳女士 台湾雷杖市公关主任 王智祖先生 台湾区华光功德会理事长 李春阳先生 医师团 庄俊耀医师 周恒医师 林淑华医师 喜宏春药剂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 徐亚奇师姐 特别来宾 舒国英师姐 特别来宾 挪伟匡先生 哈里孙玉 英国民摄影师 东宁师兄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立野基船总裁 林坤英女士 奥斯特利亚太平神士 梁敏豪康丽 加拿大新时代电视和城市总监主持人 叶依涛先生 及夫人 斯文女士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纳都李海安师兄 纳丁李钦师姐 千金李琪师姐 卡尼凤尼亚 for small girls 美国立健有限公司 段生前董事长 神彦如范德逊 总裁如佛钦博士 及内德师兄 鲁佛奇坑利 董人公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这个是通知大家的 下星期天9月4号 下午3点4 真巴拉皇财神附谋法会 真巴拉 今天非常的特殊 今天所几乎是文武百尊 文武百尊全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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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幻化妄金刚 跟文武百尊一起降在 师尊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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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所比的手印 所比出来的手印 跟往常全部都不一样 一半是我自己比 一半是文武百尊自己比 一半是文武百尊自己比 等于是 一种天 人 合一 本身比出来的手印 那么其中呢 大幻化妄金刚 跟文武百尊 各比了一个手印 每一尊都比了一个手印 就是象征他们一百尊全部下降 所以今天的附魔法会 你们报名的祖先超度的 全部超身佛佛 全部超身佛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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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在这里坐在护摩佛的谈诚前面 那么绝不忘义 这个我所比的手印 你们从我过去到现在 你们都没有看过 你们不会看过 那这是不敢讲 这是卢书尊的功德 我是不敢讲 是诸位的功德 是每一个人的功德 是每一个人的功德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所以这个手印啊 有的时候它会变化 它种种的变化 那么有的时候是我在比 有的时候文武百尊在比 所以比出来是这样子 我自己知道 但是叫我重新再比一次 是刚刚的手印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也就是说 比过了 叫我现在 目前现在 再重新再比一次 这个手印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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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我还是将来的法会 我还是比自己的手印 那 因为文武百尊的手印 我不会 完全是由它们来操作 而且下降的时候 我不知道 一直降一直降 一尊一尊一直下来 一直下来 隔一下子 一尊一尊一直下来 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还跟大家讲 那么 是不是 这一次的灌顶 或者在放咒音 大家摸自己的身上的 这个 哪里有毛病 那么 大方画王金刚 会不会加持我们 他讲 他说 等一下灌顶的时候 等一下灌顶的时候 你们哪里有毛病 你们摸哪里 他一样会加持你们 那些 能够减轻的就减轻 能够消除的就消除 我们在这里 感谢大方画王金刚 还有文武百尊 文武百尊 今天我比文武百尊的手印 是四十年来的第一次 四十年来的第一次 四十年来的第一次 那么比过 会不会记得住 记不住 比过我就忘了 金刚沙斗在虚空中教我的手印 我还记得 因为那是有 有次第 有次第 那么这个今天比的手印 刚开始也是有次第 后来就整个天人合一所比的手印 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 那叫我重新再比一次 对不起 我也不会比 就是这样 就是老实话 跟大家讲很实际的话 四十几年来 你们看过世尊比手印 有没有这样子比 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过 那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比这个手印 这都是 他一百尊的象征 一百尊 文武百尊 一共一百零四尊 一百零四尊 简称文武百尊 其实是一百零四尊 这个 就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我也没有办法讲 那么 他跟我指示 大放花王金刚的金刚号 真正的金刚号 就是通眼金刚 通眼金刚 这个法我修过 这种法我修过 但是不知道 我有没有讲过通眼 全身都是眼 有吗 有 他的讲法是这样子 都是相对的 眼跟眼相对的 先练习 有你头顶上的天 顶峭这里 有一个眼睛 观想出一个眼睛 向下看 密轮的地方 密轮底下是海底轮 也就是两孔之间 两孔之间是海底轮 不是肛门 跟这个 我们平常 这个小号的地方 那两个门 不是 不是这两门 我们的中间就是海底轮 那里有一个眼睛 你端坐的时候 上面的眼往下看 下面的眼往上看 这是第一个 把自己身体里面的中脉 全部看到清楚 才算成功 观想 顶峭有一个眼 海底轮有一个眼 两眼互相看 看出你自己的中脉 再来呢 这个 右耳有一个眼 左耳有一个眼 两个眼互相看 看到 看到里面是什么 看到里面 看到里面 再来呢 全部都是 通身是眼 肩膀上有一个眼 肩膀上有一个眼 这边肩膀上有一个眼 两个眼互相看 然后 从上到下到脚 脚底也有眼 脚底也有眼 这个 你的膝盖有两个眼 对看 脚底两个眼 对看 在肩膀这边 在肩膀这边 各有两个眼 互相看 看到最后 是怎么样 前身都是眼睛 你的前身都是眼睛 全部对看 当你的光明在心中显现的时候啊 你的眼睛全部放光 可以看整个宇宙 全部都看出来 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 你统统都看出来 从最小的 看到整个宇宙 这个叫通眼金刚 就是大方法王金刚 这样子的修持法 看起来很困难 但其实也是大圆满法当中的一个 大圆满法当中的一个修法 一个修 修法 我有这样子讲过吗 没有 没有 就变成通身都是眼 每一个毛细孔都是眼 由这个眼睛里面放出光出来 光芒放出来 小的 小的 可以看到自己全身的一切内景 大的 可以看到整个宇宙的外景 这是大圆满通身 四眼的修法 在大方法王金刚里面 都有 刚刚大方法王金刚也有下降 他也比了手印 他也比了手印 我所知道的 那个手印是自然化出来的 我没有办法完全记得住 到底是 笔什么 结什么印 或笔什么 没有办法看得出来 所以今天的法会非常特殊 等一下灌顶的时候 记得 你哪里有病 手摸不到的 你就用眼睛闭起来观想走过去 观想那个地方 但是不要站住 就是一直走 一直观想 你站在那里 所有的人都走不过去 就变成 刺肥 就变成刺肥了 大家记得 因为他有 刚刚有指示 就是说 在灌顶的时候 你们走过去 哪里有病 他自然会显现契机 帮你把这个病 给他消除掉 今天不是只有一尊 像下个礼拜只有一尊 真巴拉 可能真巴拉 他也有剑鼠 会一起来 每一次做真巴拉 有时候四个财神一起到 有时候五个财神一起到 是有可能 像今天 文武百尊全不到 那非常稀有 所以我昨天讲 你根本没有福分 你就不会来 没有道的 福分都切了一点 都切了 你虽然有福分 但是你总是切了这一点 文武百尊一起下降 这一种福分 我四十几年来 是头一招 是第一次 那我今天跟大家讲 这个通眼金刚的修持法 好 刚刚已经跟大家讲 相对的 都是相对的 都是互相里面看 互相看里面 像两个肩膀 这边一个眼 这边一个眼 眼睛闭起来 这边一个眼 这边一个眼 然后互相对看 然后两个肾互相对看 像膝盖 两个脚底 这个两个手掌 互相对看 这个 这边一个眼 这边一个眼 互相对看 像咒鸣佛母 这个 白度母 他有七眼 他有七个眼 这是前通生式眼 大方化网金刚 他通生式眼 为什么他通生式眼 是因为他是 本初佛阿达尔玛佛 普玄王如来 的转化 是大方化网金刚 是最大的金刚法 五大金刚的最大金刚法 昨天我们讲的是戒力 讲的是戒力 因为我们的大力金刚 是属于戒力金刚神 戒力金刚神 也有四种作用 席真怀疏 四种作用 他今天一样的下降在身上 下降在身上 他的印很好认 就是两手七颗 就是七颗印 文武百尊的印 除了今天比了以后 可能 以后会不会再比 那很难讲 可能这一生只有一次 这一生只有一次 这一生只有一次 我们有讲过 讲到过 此中之道 即是所修之法 道就是道路 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所修的一切法 就叫道 见即是所持的见地 你到了某一个境界 像菩萨有十地 你到第一地的时候 你所知道的 你所接受到的 成为见 那么一层一层 有十地菩萨 到第十一地 第十地 就是等节 第十一地 是第十一地 就叫妙节 妙节 就一个等号 佛 十一地 就等于佛 临终也就是舍子若身之所修 就是 可以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临终 那陈朝方刚刚讲 一放 这个我们是年轻的时候 第二放 就是变成老的时候 第三放 就没有了 那师尊也到了第二放 第二放 什么叫第二放 第二放 就是到了老年了 三放 那我们的台湾话 就是唱唱 唱唱 藏在草堆底下 到坟场去看 你跟唱唱 藏在草堆底下 没有了 就是这样子 人生只是这样子 第一放 第二放 第二放 就到老 第三放就没有 很可怕的 灵终 就是你要进入第三放 要进入第三放 你这时候 你要舍掉你的身体 你的肉身 舍掉你若身的时候 成为灵终 这个时候所修的法 也就是差不多等于果 果啦 果味啦 就是综合以上的所得 所以才成为道果 这个道果的意义就是在这里 我讲解道果的意义在这里 那么我们常常讲四观 平观 命观 慧观 跟圆满观 这个平观大家都知道 师尊给大家做上师相应法灌顶 诸尊灌顶 全部都是用瓶灌 用这个灌顶瓶给你们灌顶的 我为什么有瓶灌 师父给我一个瓶 所以我能够做瓶灌 阿世雷 你做了阿世雷当中 就有一个瓶灌 瓶灌顶 你阿世雷一定有瓶灌顶 你可以用瓶给人家灌顶 你不是阿世雷 就不能做瓶灌顶 阿世雷也就是上师 阿世雷也就是上师 那最近有这个 听说有法师拿灌顶瓶给人家灌顶 那个不叫灌顶 那叫灌水 灌水 如果要这样子的话 我用这个要灌顶很简单 师尊接一个水龙头 一洒 全部都灌到 全部灌 那个叫灌水 不叫灌顶 第二个层次是灌灌 灌灌可以讲这是属于 道的自家层 自家词次第 你灌灌的时候会有结束 灌灌完了以后你修行你会接受 会产生四种智慧 四种智慧 哪一个 就是平等智 一个就是妙观察智 一个是大言禁智 法界体性智 是四个智 合起来的先妙观察 然后平等智 成所作智 你所做的都会成 第四个是大言禁智 大言禁智 会产生四种接受出来 叫做四之见 中趣是圆满无邪 临终为光明千世 国是报生任应 你这个修恶观成就 就可以得到报生 报生是什么 我们有三生 一个是法生 三法生 一个是报生 一个是应生 应生呢 我们本身就是应生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应生 你到了二贯成就 你会得到报生的成就 道国里面讲 法生是全部脱光的 抱生是半穿的 抱生是半穿的 穿一半的 应生是全身都穿的 讲这样子比较 比较用 这是象征 一个象征 法生就是无形的 抱生就是显现出来的 应生就差不多等于人生 人的 人的身体 这是属于密冠 密冠的 那你修这个内法 可以修到严满无形 清净 严满清净 他得的果味 就是报生的果味 报生的果味 一般显教只在评观 只在评观 显教只在评观 那么密教 就是到了二观 修七脉明典 修七脉明典 这谁打奔地啊 非常刺激 这哪一位啊 蛤 这片地很少见 总是 门口一个小姐 门口一个小姐 对 哇 男孩子 男孩子 男孩子啊 哇 非常稀奇 非常稀奇 我从来很少听到这样子的喷嚏 今天有你在 也算是一种光荣 非常稀有 非常稀有 第三个会观 告诉大家 本来这四种灌点 四种磁地 越来越深 曾经有一个在家记事 来跟我讲 他要求会灌 当然他也买了酒 也买了肉 也有很多的花 也有很多的花 他要求第三灌点 也就是无上蜜的灌点 我说无上蜜的灌点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灌 我不能给你灌无上蜜的灌点 为什么 因为无上蜜的会灌 你必须要有特别的谈成 你要先跟我讲 我不能说 你要三灌 我就马上帮你灌 因为那个要布置谈成 你突然间 你突然间在问世的时候 我要第三灌 我还要看你的这个 红红的东西里面有多少 好 对不对 你开玩笑嘛 你平时世尊给你平灌 你就抵一个红包 一位是大雷 都大雷 都大雷 世尊无所谓 平灌 大家给你本尊灌点 因为你也不是很有钱 大家都不是很有钱 经济大家都不好 最近经济状况大家都不好 给大家随意 但是随意啊 不是随便 你到了三灌 你包了个二十块钱 三灌呢 是要请什么来 你知道吗 请西空中的 空行勇富跟空行勇母 你那几斗花 那几个贡品 一瓶酒 这样子就要得到三灌 包个二十块钱的红包 最多一百块钱的红包 一位是大雷 一百块钱红包 你就要求三灌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所布出来的谈诚 就要超过你所有的贡品 超过你所有的供养 我给你做的加持 引起空行勇富勇母 从智慧增 从虚空下降 当然师尊是比较容易 因为师尊文武五百尊都可以进到我身体 给大家灌顶是比较容易 给大家灌顶是比较容易 有一个人要灌金刚法 就是在 我在摸顶的时候走到 他突然间说 师尊我要灌 这个喜金刚 我要灌喜金刚 我要灌大威德金刚 就在跪在那里 第一个 患了根本十四大戒 这个 惯性不惧受惯底 有这一条 你在 你的灌顶的 所有的仪轨 不周全 你也没有贡品 说我以后再补贡品 那当时的时候 大概 我给人家做 有一次做三冠 因为随意 就变成随便 薄薄的一张 我还以为是支票 我还以为是支票 薄薄的一个红包 很薄一摸就知道 只有一张嘛 对不对 最多就是一百块嘛 那美金最多就是一百块嘛 也差不了那么 那么多少 既然给他做三冠 当然我自己要亏了 我要跟佛菩萨讲说对不起 这是惯性不惧受惯底 都是不可以的 根本是四座 里面就有 我不管 我不讲是多少 但是你只要翻洗心 最翻洗的心受第三冠 另外三冠还要带走 有的时候要带走你的 你要单修可以 你要双修 你必须要带你的倒半来 倒半 男的要带你的 你的要带男的 一起来受惯 你如果没有灌顶 你用了无上密的双身 那是幻戒的 一定下金刚第一 没有话讲 一定下金刚第一 今天是上师 做了这个事情 而没有受灌顶 伤灌的 会灌的 下金刚第一 下金刚第一 很简单 这个没有没有第二 你没有灌顶 你就修这个法 就开始骗人 你骗 那个你弟子说 你有受这个灌顶 我都不认识你 你哪里受这个灌顶 我都不认识你啊 你说你有受这个灌顶 然后被骗了以后要怪盗世尊 说这个人讲说他有受灌顶 那就不对了 这三观呢 道为谈承轮方便道 一定要有谈承 三观一定要不谈承 见为寄生适喜之见 适喜是空 你会产生出喜 再来圣喜 最圣喜 寄生喜 这四喜一定要产生出来 四种结受都要产生出来 四喜转化成为四空再回去 先下降再回去 这是你在中脉里面 你的气走火明点 先下来再升上去 四喜四空 就在这里可以 你可以感觉到 中气是广义跟狭义的空乐 就是到达乐的境界 非常的快乐 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 隔了一下子你又回来 那叫乐不可知 这是广义的乐 跟狭义的空乐 叫空乐定 这个欲乐定 也就是空乐定 临终为金刚萨斗降临 果则为法身任因 到达三观可以变成法身了 就是没有了 今天金刚萨斗会降临 临终的时候金刚萨斗会出现 就是密教的法王子 他会出现 一般险教就是 你修行的 你念佛的佛会出现 你的本尊会出现 本尊跟建属一起出现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三圣出现 那是一般险教 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 你不能到佛国净土 他不会来接音 你还没有到相应 不会来接音 所以修行 以贫贯相应了 你就有往生的把握 你贫贯没有相应了 往生无望 往生没有希望的 很简单跟你讲 我现在只讲到三观 以后再讲第四观 这里面就有提到 三个金刚波 三个金刚波道 道尾三金刚波道 波浪道 这个连灵问过我 什么叫做三金刚波浪道 连灵有问过我 这是光 三个金刚波浪道 这是光 到了第四观顶的时候 陀上出现圆形的光 是第一道光 第二道光 是你的身体里面的环 周围的光 周身光 陀上圆顶 你看菩萨后面都有一个圆 第一道金刚波浪光 第二道 周身波浪光 第三道 脚底下的莲花光 是第三道光 就是三金刚波浪道 三金刚波浪道 便问这道经完 哪里問过 哪里问过 酒跟你人必须放弃一个 你怎么选 这个男人问神 酒跟你人必须放弃一个 你怎么选择 这个神 神就是神 他的回答 要看年份 神就是神啊 对不对 要看年份啊 那女人 如果讲说 这个California for Smoker 那当然啊 年份很轻 年份很轻 这个值得 很值得比酒还贵重 比酒还贵重 California for Smoker 都到了第二波 第二波 那个酒比较贵重 那酒还要看年份 有一个笑话吗 夫妻两个人在喝酒 养酒 在后宴喝酒 这个女的啊 突然间低下头啊 讲了话 她说哎呀 我真的非常爱你 我这一辈子没有你 是绝对不行的 我这一生 就是为你而佛 就靠着你而佛 我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只有你 他的先生在前面听了 非常的感动 泪水 流下来 那妻子从来没有讲过 这样子的话 那妻子一抬头 看到先生在流泪 他说哎 哎 你流什么泪啊 我是对酒讲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陈床安回去可以表演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你跟你先生一起养酒 你就可以讲这些话 让他流泪 然后其实你是对着酒讲的 陈床坊家里地震的时候啊 他没有去抱他先生啊 他抱住一大堆他自己的酒啊 让那个酒瓶不要摔下来 哪个重要哪个清 当然清的是贫贯 重要的第四贯 第三贯已经很了不起了 密贯就可以得到报身 会贯就可以得到法身 第四贯就等于是任运了 你要什么身都可以 就第四贯得的就是什么身 就是真身 我书上写了真身 true true body 就是真身 有一个记者访问年纪最大的魔幻夫基 记者问老爷爷 你都八十几了 八十多了 还叫老伴亲爱的 请问你是什么做到的 老爷爷讲 哎 别提了 几年前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又不敢问 所以一直叫他亲爱的 有一天 师尊会忘掉师母的名字 这是师议嘛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我会记得隔壁太太的名字 这是哪一位哪一位总统 美国总统 雷根 雷根 那南希的名字他已经忘掉 他忘掉 他不认得自己的太太 那别隔壁家的太太他都认得 师尊是突然间会显现一些东西出来 平常是不会 突然之间会显现一些东西 让你知道 平时我不太 不太有什么 表现得跟凡夫俗子差不多的 我跟凡夫俗子差不多 但有时候他会显现很特殊的东西出来 这个虽然师尊年纪大了 失忆了 但是有的时候啊 我看到一些人 我还可以念他的名字 还可以念出他的名字 可见他在师尊的脑海里面 印象是很深的 去饭店吃饭 隔壁的美女走过来 一把就抱着小明说 老公 你说我今天漂亮吗 小明心里一颠 难道桃花运来了 连满点头 好看好看 美女微微一笑 对着小明扎了一个眼睛说 老公 那我有事 先走了 晚上在家里等着你 看着他离气的被小明擦了擦口水 这时候老板 拿着这个担子过来讲 这位先生 你老婆消费了三千六 你是不是一起付啊 这是借 这是一种技巧 一种一种技巧 这个笑话的意思啊 是讲说那个聪明的人 我们不要被聪明的人 不要被美色骗 不要被美色骗 聪明的人 不要被名骗 聪明的人 也不要被被前面骗 我昨天讲 台湾生产力不够 但是全部是出产的诈骗集团 全部是外销的 世界各国都有台湾的诈骗集团 我也接 我在台湾的时候 也接到一通电话 你的孙子 在我的手上 真的那边传来 孩子的哭声 孩子的哭声 我说糟糕了 孙子被抓了 然后被绑票了 Kinnabine 你要付多少钱 我先问一句话 我孙子讲台湾话吗 对啊 他就是说台湾话啊 我马上电话挂掉 我的孙子才不会讲台湾话啊 他讲的就是 English Just say English Chinese language 刚刚刚在学 学普通话 学那个国语 有学注音符号的国语 他们两个都在学 他们连台湾话都听不懂 我讲国语他也听不懂 但是我讲的话 他也听不懂我 我讲很难沟通 所以一切拜托师母了 这个是要聪明 我们人要聪明一点 你教男女朋友 你要聪明一点 你学法也要聪明一点 眼睛正大一点 不要给假法片 我告诉大家一句话 大力金刚 还有很重要的口诀 我不敢讲 因为昨天 有外人 外人就是说 那些 贵宾啊 有很多贵宾来 那个不能讲那种口诀 那口诀不能讲给他们听 只是讲 一般的 就是 身口语清净 身 就是解锁音 口 就是念咒 意 就是观想 你要观想大力金刚 要念他的咒 要结他的齐克音 就是三密合一 你渐渐地进到一个境界里面去 到了关键时刻 我再给你点破重要的口诀 很快的你就相应了 这个重要的口诀啊 就是你要守戒力 这是最重要的 你守那戒力 我那个最秘密的口诀才要告诉你 我那个最秘密的口诀才要告诉你 总要留一手了啦 否则当不了师傅了啦 对不对 你不留一手 这些上师都胜过我 每一个上师都 每一个上师都直高气扬 师尊也是上 只是加一个根本而已 那我们都是master 出去外面也是一样穿农袍啊 主持法会都穿农袍啊 带法皇冠啊 带官啊 带武佛官啊 带法皇冠啊 个人弄自己的啊 都弄得有声有色 都比师尊还强啊 我不留一手的话 到时候我吃不完兜着走啊 这样师尊就当不成 总要留一手的 有一个 以前有一个最会射箭 就射下九个月亮 九个太阳的 后裔 后裔收到一个弟子 叫做蒙 有一个蒙 蒙古的蒙 这个每一次射箭 后裔是天下第一射手 蒙是天下第二射手 因为他是弟子 这弟子讲 什么时候我身上天上第一射手 天下第一射手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第一射手给他干掉 他就变成天下第一射手了 还有一次后裔在前面骑马 这个蒙在后面骑着跟着 他悄悄的 我悄悄的蒙上你的眼睛 叫你猜猜我是谁 然后他把箭就拿起来 然后一勾 就往后裔的背上一箭 后裔连头都不回 他骑着马 听到这个箭疯 后面响起来箭疯 他也拔出一支箭 这弓法拿着倒拿 然后倒拿 手一放 这个猛的箭过来 后裔的箭 咚 创到了 掉下来 这猛在后面看到 哎呀 师父还有这一首 我没有斜过 还没有斜过 他如果射第二支箭 那我包死了 他射出第二支箭 他只要射出第二支箭 他一定死了 很快的这个人很聪明 猛很聪明 马上跪下来 从马上爬下来 跪在地上 说对不起 这个 那个后裔讲说 没关系 我不只留这一首 哇 我还有第二首 第三首 不留一首的时候 卢师尊当不成啊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文武百尊下降在身上啊 绝无仅有啊 这是只有露一首啊 老公和老婆在讨论这个月的家庭支出 老公讲 你看 你花钱买面膜 一个面膜只用二十分钟 太浪费了 老婆用莲纸啊 莲花纸 纸一纸 纸向他放保险套的地方 一支 一个保险套 你只用三分钟 我抱怨过你吗 这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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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尊练过功的 三分钟 七分钟 那个是幼稚园 幼稚园 十尊是读大学的 三小时 四小时吧 跟你讲 十尊修出无漏啦 你不要说不相信 戒坛之前 绝无虚言 四十几岁就修成了 你待我赖不掉 最好 不然 踹 踹 踹一踹 跟你讲 师尊根本就是无漏 你们就不相信 不相信就试看看啊 为了家庭的圆满 最好 无缘无故 不要出门 无缘无故 就是有缘有故 我说我要出门 那么师母也会 烘焙到底 阿弥陀佛 不过已经很好啦 师母是很了不起的 真的 很好啦 他是宽宏大量的 非常伟大的 这是贾跟乙讲 新班来的邻居好可恶 昨天晚上三更半夜夜深人尽死 既然跑来猛按我家的门铃 这乙说 哎呀实在太可恶了 你又没有马上报警呢 假设讲 没有 我当他是轰子 继续吹我的小喇叭 继续吹我的小喇叭 凡事 必有因果 有时候 我们生活中的借力是这样子 凡事 要为他人想 不要老是为自己想 像讲昨天 很多人 很多的弘法人员便没有到 你要为他们想 怎么想 他们 没有美国签证 不能来 可以 那没有什么 他们经济不好 没有钱 没有钱来美国 可以耶 没有问题 三个 他们父母子女当中有生日 要开party 他一定要参加 父母一定要生日 一定要参加 可以 这都是可以的 这个都是通融的 父母有病 他一个人要照顾他 没有人可以替代 可以 师尊心地很软 你只要编一个理由 来骗骗师尊 师尊心地软 一样给你会给你补灌顶 你 尽量去找理由去编 编出一个理由 那么来师尊这里 一看师尊就绝对给你补灌顶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师尊 就是本身就是心地太软 讲了句话 昨天讲得很硬 今天早上醒来 我就赶快忏悔 赶快忏悔 不应该讲 这样子 对弟子方面来讲 也不太好 对 但是不要故意 故意犯戒律 你故意犯戒律有戒神在 自然有戒神在 戒神 就是德卫上师所讲的 因果致富 德卫上师经常讲 因果致富啊 他没有办法管 他到时候等到没有办法管的时候 他说你们因果致富吧 朦胧的早上 我早起去公园 晨练 看到一位高僧站在墙角 想必大师在练功 我好奇地走过去问 大师 你在练什么功 大师沉默不语 想必练功太投入 再问大师 你这练的是什么功 这位高僧讲说 不要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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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就讲说 我就是要问问 没有别的意思 高僧讲说滚啊 你吵得我都尿不出来了 这高僧也一样要尿尿 你不要看到师尊说 昨天我们坐在那里实在是 膀胱很脏 一下来啊 还要什么 再讲 那个 寝师尊大转法人 功德严满啊 祝祝尊长寿 我说你不用住了 不用住了 我很紧张 我转身一闪就不见了 一到里面啊 天啊 里面淹大水啊 真的淹大水啊 真的淹大水啊 那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小便斗 好像漏了 还是怎么样 整个厕所里面淹大水 没办法啊 也是大水 虽然有大水 这个小水也要出去啊 人还是人 修行人 也是人 人难免有他的习性 有时候要为对方多想想 这是借力 为别人想 不为自己想 这是借力 那么我们人 当然是要表现 哇 还可以啊 你说人家这个 西匠喇嘛一念经 要七个小时 坐着都不动啊 念七个小时 那实在是不简单的事情 我们练功的人 当然也要 也要当一个人家 人家 人一人 这个有时候啊 但年纪大啦 你知道吗 年纪大 啊 年轻人 啊 能够忍 当人家 老人家当人家 第二波的当人家 很辛苦啊 这里面有因果啊 老师讲 小明 你用果然这个词 造一个句子 小明讲 先吃水果 然后再喝汽水 果然拉肚子 小明就讲 老师别急 我还没有讲完 整句是 先吃水果 然后喝汽水 果然拉肚子 这样子就圆满了 Om Mani Be Me Home 谢谢大家